世界上有外星人嗎 這個謎團總是能勾起大眾的興趣 我們只能透過上次電影 來滿足我們的幻想 但不過也不是說一切都是猜測 因為有太多的不科學影片 漸漸是出 而這一段影片 聲稱是在 美國51區拍攝的外星人訪談影片 影片開頭寫了幾個大字 藍皮書計畫 這15分鐘的機密影片內容 記載了外星人跟美軍 他們談到了宇宙 核戰甚至人類大面絕 而這一段影片 還能幫我們解謎外星世界嗎 電影情節當中 兼耳的外星人 世界已經改變了 我們無法回復 我們能夠做到最好的 而有時候我們能夠做到最好的 我們能夠做到最好的 是開始 又或是將地球 狐鹿殆盡的外星軍隊 一部部電影 都是我們對外星人的想像 但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 種種的疑問 我們從網路瘋傳的這段影片 開始解密 這段影片據說是在美國51區拍攝 曝光之後不斷在網路上流傳 影片一開始顯示出來的是報告的水夜畫面 而在這上頭其實藏有玄機 標題寫著藍皮書計畫 這是美國空軍為了調查不明飛行物 而成立的研究計畫 時間是從1952年開始 一直到1969年結束 這份報告上面的訊息 也透露這一段精密影片 有可能是在1964年拍攝 從上頭的時間點來看 也恰巧跟藍皮書計畫的時間範圍對上 接著再往下看 EBE3 EBE就是外星生物實體的簡稱 換個方式說 就是三號外星人 不過讓人更好奇的是 它到底說了些什麼 對 OK OK E3 只能看到上班生的影片 在暗黑的房間裡接受審問 大大的頭 瘦瘦的身體 講的語言是我們人類 聽得懂的英文 根據網路上的說法 他就是外星人 整段15分鐘的影片 外星人開口說英文 甚至接受美軍的訪談 對於外星人 對於未來 他一一給出了他的認知 回答的同時 卻也給大家帶來更多的問號 什麼樣的證據 甚至還提到了核武戰爭 對於我們未知充滿好奇的宇宙 給出了讓人震驚的答案 周圍被稱為外星人的他 說不需要神 也不需要神話 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裡 已經進化到不需要任何的信仰 到底外星人是活在怎麼樣的世界 那麼對於很多人類畏懼的死亡 他能給出什麼答案 一千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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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对于死亡两个字 他给出了有别于我们以往的想象 他认为整个宇宙只有一个生命体 而我们都是宇宙生命体具象化的表现 既然生命的本体是概念 那么何来死亡之说呢 OK 所以怎么能够建立的 然后为什么能够建立的 我们为我们的生命 根据他的说法 其实还有更多更多我们不知道的宇宙 但你还记得吗 他说他们是人类核战幸存者的后代 关于核战这一题 他又怎么解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砍这种垃圾 所以我们为什么砍我们的封面 成立的 是详细空 正确 你可以更丂论的 对 存在 而在影片当中 还出现了一阵 让人睁不开眼的闪光 短暂中断了审问 而且还不止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谁按下战争的按钮 他也不晓得 但却透露 这个人宣扬政治宗教 结果引起社会的广泛批判 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 率先发起核战争 最终导致世界范围的核战争 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样的预言阻止 有可能改变未来吗 接着影片就在挣脱中结束 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 这段在网络疯传的影片 有人相信也有人质疑 但无论如何 没有人能够改变历史 也没有人能够对人类的未来 还有外星议题 百分之百的给出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